先谈谈三只新股 今天开始招股 概念也算是近期热炒的 电动车概念 小鹏汽车 生物科技 康诺亚生物医药科技 物馆股 朗斯绿色生活服务 这三大概念 你觉得哪一只会比较热 当然三只行业 都是近期热炒的 小鹏不用多个生命圆车 因为车股其实都简单很多 而朗斯绿色生活来计算是物管 近期物管股也是强 而可能也是B类股 近期是B类股 所以概念上三只股股也很高 但基本上来计算是质地 我觉得较稠一些 因为同期有这么多新股 可能比较差一点 可能只是朗斯绿色生活 因为本身它比较尺寸小 不要说它自己 连它没有公司内访 其实在这么多日本里面 都交投一向都比较少 所以我想对它这种物管 大家都未必抱太大 炒作的憧憬 因为始终很多次炒新股 你除了基本面 都是炒供求 变相如果需求都不是特别强 其实炒作条件就比较少 反观可能小鹏和康诺亚可能好一点 因为始终小鹏都不会陌生 因为美股也上了很长时间 但今次这种物管 就不是大家常常说的第二上市 因为它的招股名字 就是名字 没有S字 变相是双重上市 所以有什么不同 我想当然你可能看价钱 都是用美股那边做参考 但唯一不同就是转换不到 因为第二上市是互相转换的 所以这里会有少少分别 而且以今次小鹏汽车 现在香港招股的范围来计算 比起美股也有日价 甚至昨晚美股那边再跌了一点 日价幅度再大了 所以从股价吸引性上来说 可能会差一点 如果未来有机会变回折氧 或者是平水 可能会对香港这边 这小鹏会有更多吸引性 因为始终往后会冲击 就是它可能比较快 因为不是第二上市 可能很快就已经有机会 被淋入了那些北水条件里面 但是这个要看到时的定价 和美股那边的差距是多少 所以我觉得吸引性是有的 但是就要看股价表现是如何 而我想最后来说 就是康洛亚来计 我觉得这种有机会 短期的炒息条件 可能会多一点点 因为始终在论新股的角度 你炒那个供求 炒大家的次程度 我觉得这种一来就是B仔股 二来始终本身 它也有很多明星的机器 在里面 大家都熟悉 例如高龄这些也是有份头 所以这会加大短期的炒作条件 但是如果论基本因素 就是这种 因为B仔股越上越多 其实它也是做一些自身免疫 和抗重率为主的方向 其实这种更加多 如果以分论质素上说 它未必是最强的批 因为它的产品 最强的都是第二期临床 实际上产品上市 做到扭规、商业化 需要一段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所以基本因素 可能它较为其他产品 较为三期临床 或者有部份上市的B仔股 算是比较落后一点 所以我认为短期的炒作条件 可能会多一点